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回到Tony的频道 今天中期选举,这个大家看一下抬头就知道了 纳斯达克所有的market都是绿的 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花街是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今天你看基本都是绿的 然后除了特斯拉是负的2093个percent 市场是一片形势大好 BA,尤其的显眼 果然是选举行情,不服不行 盘后出了一些财报 据我所知就是迪斯尼好像双miss 然后迪斯尼是有点爆了 另外一个我知道UPST 我本来是short UPST的 今天我也不知道今天他出财报 其实结果今天他一出财报也爆雷了 我才知道,哎呀 UPST今天我一定把他关了 就是今天那个拉升拉的 比特币今天也是上下翻飞啊 一度的话狂降到17k 然后又拉回来了迅速拉回来了 现在正好打在拖内的这个盒子的底部 18.5k 18.4 这个震荡中枢等于是又回来了 一根长的影线震荡中枢又回来了 等于是还没有有效的跌破这个震荡中枢 然后今天的大盘走势也是非常的诡异的 然后拖内现在来分析一下 看一下下一步我们的走势该怎么办 还是先赞后看腰缠万怪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大盘 拖内上期视频分析过 如果他走这个看涨的走势的话 他会怎么样 首先要站上这个盒子 他呢现在的走势是 首先他突破了这个盒子的上沿 3780 3785 同时呢有短期短线 比方说小级别的那些chart上 我也拖内也在上期视频说了 看到一些这个动能 他还要往上 或者是呢横盘把它消耗掉 结果是结果呢 他走的是比较强的一个走势 可能是配合了这个中期的选举 突破了盒子上沿了之后呢 一路的飙升 然后今天一度打到3860 在这个时候 拖内和这个群友们 还是坚定的持有空仓 然后过山车式的行情就开始了 这个两个大阴柱的一下子 砸下来了之后 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因为是他就是拐点就应该出现了 你看在这里就是一个拐点了 啊 我现在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二浪 一浪二浪 这个二浪的拐点呢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结果他刷一下又一个大阳柱的拉伸 看到我们是惊掉下巴 莫瞪口呆 其实还好了 那个 当时打到这个低点 3790左右的时候 拐尼套牢的那个SBX XPUT就走掉了很多 把仓位降了下来 但是还有少量的SBXPUT在手里 然后这个尾盘的一个小时 这根K线我非常喜欢 因为他要是光今天收一根大阳线的话 那还麻烦了 明天的走势还不好判断 现在他出了这么一根掉影线 上面你看有一点这个掉影 然后是根阴线下来 而且呢 你看这根阳K的话 他阳K并没有超过这个前高 等于是lower low的这么一个阳K 这个阳K也就是下跌开始之后的一个暴力反弹 可以这么解读 然后尤其是这个最后的一个小时的K线 证明了他是一个进入了一个下跌的趋势 基本啊 东西判定这里就是一个拐点了 就这里 然后明天继续走音的话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二浪就结束 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下跌的三浪 下跌的三浪 那就直接打到这个盒子的下沿 大概3600左右 可能会打的会更深一点 然后进入下一个盒子进程盘着 这么来看一下大家的日图 从日图上来看的话 你看 这些均线的切力啊 这个M160是一个黄线一直在往下切 而且呢所有的K线 碰到他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掉 你看到没 这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都打到这根黄线 然后呢都在都在被他拒绝reject 等于是被他打了下来 所以说这根黄线M160的压制力还是很强的 他现在是过不去 这根M160 尽管这个短期的均线啊 短期的均线的话确实是在往上走的 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比较这个上下震荡 而且在判断的这个方向 因为你他短线呢 他是有点看涨 然后中长线是看空 就这么一个矛盾的一个走势 他现在呢就在这么一个三角形的区域里头盘整 你看现在是不是一个三角 这个三角在这盘整也差不多了 在这个地方就应该判定方向了 判定方向还是这样 托尼大概率认为他是往下 然后小概率是往上 因为再往上的话 上面大均线还在这 基本是80%的概率就是往下 就是耗时间了 等他时间到了这一点之后 那个三角形的尖尖 大概就打到这边吧 大概11月11号 11月14号的CPI报告出来 不知道在那之前能不能判定方向 然后就痛快点往下跌了就 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从我这个我在看其他的右边的图来讲的话 一个小时他已经进入了超买的区域 2SI比较的先行 他已经从上往下开始往下跌了 就是说他还要继续的往下跌一跌 然后甚至潜伏在底下 我们来看一下SPY SPY的话我想让大家着重的看一下这个量的问题 你看最近的他这波拉升啊 他对应的量是非常小的 就没有什么买量 然后呢 这个大阴柱子对应的 你看包括最后尾盘的话也是非常大的卖量 就是说尾盘有资金流出的 这根当然是当时那个利率会议的之后的一个大卖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段拉升 就是非常假的 他就是一个中期选举的这么一个航行 估计有一波热钱进来了之后 也没有太大的量 他拉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板块 可能是半导体吧 半导体SOXS最近呢 被他们打的比较低 等会我们看一下 其他那些大盘古也没有见到什么显著的上升啊 同时大家还要注意这么一根斜着的镜线 目前他被这根镜线一直压制在这 这根镜线可能就是那个 我当时那个日图上的MA60 跟那个就是非常类似 在这里显示出来就是这么一根直的镜线 它其实没有那么直了 这根直的镜线呢 大家注意他不要让他突破 不要这个阳开线站上了这个地方 站上这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要密切注意了 那时候对空头不利 那对多头就有利了 好这个地方呢 他现在打到这个部位 基本就是三次都打到这个部位 而没有超过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的话 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头来看待 那这几个相应的低点 那我们可以当做收的尖来看待的话 那整个这就如果他明天继续下来的话 那就形成了又是头肩顶的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这一段的话 按照托尼来讲的话 他就不应该存在 他不假设那个中期选举不存在 那这一段K线他就不存在 对吧 这段K线不存在 他直接等于是从这下来 当然明天如果他直接的打到这个这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直接的就从这里下来 这样等于是还是继续一个下跌的走势 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大概那个车啊 你绕了一圈他又回来了 只不过是换了个路径而已 来看一下道琼斯 道琼斯是拉的最猛的 这几个指数里头 啊也挺有可原反正 这个你看他每次打到了我的这个大军线的时候 他都是被反弹下来 现在呢他也是打到了这边的大军线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边就是一个顶部 然后他下面就是要反弹下来呢 这个托尼认为也是大概率的情况 QQQ相对比较弱一点 我们来看他最近五天的表现 从量上来讲 你看前三天呢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阴线的量 然后这两天 这天的拉升和这天的拉升 虽然他拉升了 但是没有拉升到前高 同时这根斜切的斜切的黄线呢 还是有有效的压制 更别说这些大军线了在上头 这个这个还是压制了 他打到了这了之后 然后就怕被打下来了 他这两个量呢相对比较小 比左边的这个卖量小 所以说这个拉升的话 Tony认为他还是非常无力的 并不是说一个反转的一个走势 就是还是当一个反弹来处理 我们打到尾盘的这个K线来看的话 也跟那个SPX的K线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小时也是一个调影线出来 而且上面的这些均线的压制是非常的强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体现出这些均线在上面压制 他是非常服从的 他上面的话 他往想往上走 但是失去了动能 并没有往上走的这么一个动能 你看 接触了一下被打下来 然后再上一下 还是要被打下来 就是说明后天的走势 应该大概是大概率是要这样往下走 相应的来看SQQQ呢 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重要的节点站住了 这个重要的节点 你看这个所有的均线在这密集 看到没有 这个区域 而且一度呢 它是跌破了我这个上轨上升的这个轨道 好 这样看的比较清楚 这边的话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轨道 然后在这里 东尼认为他站住了 明天最好呢 是出阳K线起来之后正时 那我们就是进入这一浪的一个走势 大概是这样的 一浪下A B C D E 在通道里这么交错的上升 等于是一个缓步的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节奏 那这样走势的话 从C点到D点 那D点我们大概就在68块2毛 我们的空仓还是在这里呢 持仓不动 如果它跌破53块9毛7 我们要注意一定的减仓和止损的行为 那个跌破的话 一定要有阴K线站在下面啊 并不是说一个影线打到了 我们就完全止损 我们因为要判断它的趋势的走势 它必须要有阴K线 站在这个之下 甚至是好几根这个 30分钟或者小时的K线 证实了之后 我们才 我们才会手动的止损 就是说一点影线打到 顺时打到要拉回去 那不算 咱们来看一眼周图 周图来讲的话 你看这三根K线 也是在这两组均线的加的范围之内 这上面有一组均线夹住 下面那是短期的均线 是这么走的 所以说它还是一个三角中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日图上不是也显示吗 就是说 它现在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走势 还在等待它 这些两个事件吧 一个是中选中选估计 虽然今天那个是选举 但是结果还没出来 这个选举的结果出来 可能还有一波震荡 最后尘埃落定估计才行 然后还有这个CPI的报告 对我们来看一眼CPI的大概的预期 现在 CPI 这个Cleveland Now Casting 这个网站现在10月份我们给给到的是大概8.09 11月份有稍微有点降了 他们把它11月份的下调了一点 7.99 Core CPI没有什么大概的变化 从这个影响利率的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是不会影响美联储的利率的步伐和它的高度 强度和这个持久度 因为你CPI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你CPI如果是大降到5% 比方说6% 那可能会有重大的影响 但这个还在巴附近徘徊 我认为不会对这个市场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 因为它根本改变不了美联储 鲍威尔的这个利率的步伐 来看一下我们所关注的SOXS SOXS TUNY买了之后呢 也是被套牢在这 我大概的均价也就是 忘了 大概是60块钱以上吧 在这个部位 早盘的话 它是叉叉叉的一直往下 然后打到了这个缺口的上沿 托尼根群里的报告说 我怀疑它会去封这个缺口 果然打到缺口的上沿 但是并没有到缺口的下沿 还没有封住缺口 45块9毛3 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复 把缺口封了之后再上去 然后这个尾盘的K线 也是跟大盘反着来的嘛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垂头线 是一个羊的垂头线 明天就看它的明天的走势了 我认为大概率的话 它点了一下这个缺口 然后搬上来了 那大概率就是要往上走了 那我们下面几根K线 还是比较重要的 明天的几根K线 然后就基本可以判定 它在这里尘埃落定了没有 尘埃落定了的话 可以这个稍微加一些仓位 把这个均价Brain down 啊 长期托尼还是这个持有 soxs 不会改变 因为这个中长线的话 我们还是期待它突破这个 中枢了之后就一路向上了 好这个的话还是控制好仓位 所以我们持仓带涨 LABD 跟大盘并不是那么紧 所以说它今天 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等于是 其实还在这个部位徘徊 那还在等待大盘出来结果之后 它好也爆发吧 这没什么好看的 啊 我们最近还在做这个BOYL BOYL的话 盈利了一波 这一波盈利了之后呢 啊 告诉大家赶紧在这个地方 止盈了 结果它啪啪啪 我觉得它能会填缺口 没想到它一下降这么凶 现在来讲的话 尾盘打到了托尼这根境线的部位 大概在39块5毛钱 然后我们试图进场 在这里托尼是持有一定的仓位 在这里又重新买了 因为这根阳K线出来之后 托尼认为它是在这里 啊 有一定的底部的 基本是在这里有短期的一个底部 啊 我 因为我的预计的话 它应该还有这么一浪的上涨 这么一浪 在上涨 我来看一下 目标价位 我们来看NG吧 NG的话通力化的是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 所以说我认为它是在上升通道里在走 大的 1234 这个完成了4浪的回调了之后 最后一浪5浪向上 会打到7.5 大概7块5毛钱这个价位 7块5毛钱的时候 我们对应的BOYL就要止赢掉了 这个换算关系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这个BOYL到时候NG7块5毛的时候 它能够打到哪 反正大家注意这个NG吧 啊 它大概的情况也应该是这么五浪向上吧 那照我刚才画的就大概应该打到这个 57块2毛2左右 希望它能到达 大家也不用那么 卡的那么死 大概达到55块钱的时候 那时候要能止盈就完了 油的话我们也密切关注一下 油的话又回到了 这一根斜切的一个镜线呢 本来是站上去了 结果这两天又回来了 还是要密切注意一下 它没有进一步的跌破 如果进一步跌破的话 就不要做多原油了 现在通内市有一点做多原油 我认为它这里呢 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站 啊 小时期的 这边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 等于是打到这 应该是继续往上走 密切观察一下 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 那就撤出 如果符合预期继续往上的话 那它之后还有一定的上涨 这个头肩底起来了之后 它大概还能回到前高 120块钱左右 大家如果没有石油上面的仓位 UCOSCO之类的 那就不要进 如果一种有了呢 的话 我看 买涨石油的比方说 就是暂时的吃汤观望 呃 吃汤等在这就完了 没有什么显著的办法 就不要管 好 今天大概就这么多 简短的咱们总结一下 这两天的一个行情 下一步怎么办 呃 特斯拉最后看一眼 特斯拉的话 特斯拉表现得非常弱的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整理结构了之后 就进入了下一步的这么一个下跌 对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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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